是關鍵的事後 是的 另外我們講多一點其他東西 包括我們講到世界糧食的危機 大家知道講到世界糧食危機 其實也出了一些報告 講現在烏克蘭的戰爭 其實都很影響世界糧食的供應 就是我們講的小麥 現在好像有二千萬噸的穀墨 現在就塞了在烏克蘭 甚至乎有一部分可能俄羅斯都塞了都不出奇 這個短缺其實就可能比能源短缺更加難解決 英國那邊都說現在糧食緊缺的情況 對世界影響會比戰爭帶來的影響更大 甚至人民傷亡可能更大 為什麼這麼說呢 大家都看到烏克蘭的小麥出口 我看全球佔9%好像排第三還是排第四 然後烏克蘭最多了 好像第三 烏克蘭18% 因為烏克蘭現在都禁出口的 基本上他故意的 他就要整高價錢 跟著等你們 等你們小國家嘗嘗捱貴野 打仗經濟戰都是其中一種 很有效的方法 現在小麥價錢全球好像升了一倍 已經是 哇 很誇張 飛得很誇張 沒有辦法的這個是 因為一來打仗 二來的確是打仗 那兩個國家是全球小麥的主要出口 我們之前看過那個表呢 Larry Hing 他出口最多到埃及的 埃及撲價 埃及突然 never 埃及不走 埃及正只是撞壞聲 這兩個戰爭假得這樣的 真是慘 不要打仗 難以 controlling 策略這麼厲害 我打仗打仗搞到我沒東西� больше 我怎麼辦 對阿 你問我 我覺得他們那些人是吃肉 因為我認識他們 我去過埃及旅行 那我見他們那些人都挺喜歡吃飯的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們那邊的小麥的供應量有多大 但是我見他們因為那些熱的地方 他們又種到米等等 那不知道了 可能他們有其他的民族 可能都吃小麥 他們真的影響這麼大 我想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因為回教徒的關係 但是飲食習慣對於便食、餅這些需求比較大 大家現在可以看到 俄羅斯對埃及的出口量 穆克蘭對埃合的出口量 其實真的很多 他沒有了三分之一差不多 不是說笑的 這條數真的很大 四分之一左右 他起碼沒有了四分之一 那大家可以想這條數這麼大 對他國家來說影響很大 現在連帶起的連帶效應搞到什麼呢 搞到很多國家禁止自己的谷物那些出口 那現在有什麼 比如說 卡薩克斯坦、埃及、塞爾維亞、黎巴嫩 就是連鎖反應好幾個國家 都開始禁止自己國家的糧食出口 印度也是 印度尼西亞 搞到全球變成要保住自己的糧食供應先 那就令到價格飛漲了 這個價格升呢 我們之前經常說 對歐美來說最多是捱貴一些 美國本身第一 他差不多自供自足 第二 他有巴西 巴西阿根廷這個大糧倉 是 是 問題不大的 歐洲 問題都幾嚴重 但是對歐洲有錢國家來說 他最多捱少少貴野 也都不會有太大的危機 但是對中東和非洲就大糧了 真的 大家看埃及這個數字就知道 這一刻就真的大糧 是真的會餓死人的 不是開玩笑的 是 這個也是說實話俄羅斯戰爭規劃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他無緣無故把自己的出口封死之後 就令到全球的市場都在大亂 還有他在奧德薩那邊 他在奧德薩那邊都報了水雷 基本上黑海艦隊就封死了整個烏克蘭 可以從海路出口糧食 烏克蘭和波蘭有簽出口協議 幫助烏克蘭用鐵路出口糧食 但是大家要知道2500萬噸的糧食 是不可能用鐵路出口得到的 實在是太多了 那個數量 你火車運到多少東西 頂孔就是頂孔幾萬噸頂盡 我們現在是2500萬噸 是 真的很誇張 真的很誇張 所以那個數量你要用海運 你真的要用海運才搞定的 所以大家就知道為什麼奧德薩那麼重要 因為這個港口佔了 烏克蘭的貿易的75萬 即四分三的貿易都是通過奧德薩出去的 剩下的那些可能去波蘭 羅馬尼亞 去布加利亞 剩下的那些才是 所以你想想海運根本就是 它整個生命線最重要的 能源那些全部都是 那些入口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的糧食供應 其實被俄羅斯作為一個武器 封鎖了你的黑海 搞這些事情 搞到英國之前都說 這樣不行 還有這個立陶縣那邊 即兩邊外長說 真的要搞一條糧食通道 真的要讓他們出去才行 但是呢 這些糧食通道第一 你又不能夠靠導彈解決問題 亦都不能夠靠戰艦解決問題 這是一個外交問題 你真的要和俄羅斯 一起坐在一起去談 開一條路出來 想想水雷 那你要去做 還有又要入黑海 很多這些問題要處理 所以其實要解決都不容易 我們暫時去看 但起碼也有一個開端 你也要做 老實現在是五月了 即你見 烏克蘭現在他們都沒有辦法 春季去種植 去戰爭 打仗 即是 接下來是更缺點 即現在還有些糧 給你塞在那裡 遲些就沒有了 那一轉就沒有 那一轉就沒有 那一轉 之後只會更差 大家現在看到烏冬打仗 就是全球最有名的黑土地 40%的黑土地 都在烏克蘭東部 最漂亮的土地 完全不用休種的 有空就種 有空就種 那現在大家 就是 再給一些照片大家看 大家現在所有看到 那些打仗的照片 那些蛋洞 旁邊全部都是那些農田 對不對 沒有人耕種的 沒有人耕種 現在陷國產 明年陷國產 是 真是很慘的 那些土地又不知道 會不會受到污染 即將來 會不會出產 都會有些問題 或者層能減低等等 還有那些人 有很多做難民 究竟能不能回撤來做呢 那很多 即很多不同的因素 也都 我想其實各國領袖 都有一個支付 幫人計算 還有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處 的處長 都老實都走出來 要去到哭 去到貴球的境界 真的大佬 幫忙 真的會令到全球的小孩 都會捱我 例如我們說 亞非拉的朋友 我想拉丁美洲就沒事的 拉丁美洲不怕的 拉丁美洲 它天然資源都可以定一會 還有始終北美洲 南美洲都應該有比較多的魚糧 那價錢就肯定變貴了 這個就一定的了 是的 我們偉大祖國也是 你不要以為沒事 偉大祖國入口很多糧食 到時又要捱龜 很多 對 很多 你想想他那時候 只說大豆 入大豆也出事 只是餵豬 拿來 餵豬也搞成這樣 如果你說真的吃的東西 怎麼辦 他又要入米 又要入小麥 這些都聽過之前他們有少少囤貨 之前有些訊息 可能我們再看 他怎樣 但是三明領都過癮 我們說 華盛頓郵報也拍到 他們有些船 他們真的佔了別人的東西 佔了烏克蘭有些貨 被拍到 在貨輪上面好像有些裝物在這裏 就是大家說 你是不是套了別人的糧食 你是不是在佔領區那裏 就收割了別人的糧食 而自己就儲了 或者自己收了 或者自己看怎樣 就沒收了 所以都 如果這個是真 雖然我們都覺得真的機會很高 因為你老實 你不會無緣無故 在烏克蘭會有這些農作物 這些農作物當然是在別人的土地上 你很明顯 有很大的懷疑 就是你在那裏收割 一船一船這樣運走 真的挺無恥的 很符合俄羅的這個想法 很無恥 它有說是 這個Mexer這間衛星影像公司 調查著這件衛星影像 它好像 最尾去了 去到敘利亞那頭 噢 就是又去回自己的地頭 去到敘利亞 大家知道俄羅斯 對敘利亞的援助很重要 對於維持當地的政權 它空軍 就是現在運輸飛機 就被土耳其關閉領空 過不了去 但是運這些船 暫時都是應該沒有限制的 它真的很無恥地侵略別人國家 拿了別人的穀物 接著你運去哪裏都好 你都賣裝物 現在就是燒裝在那裏 是啊 因為你看到它拍到兩艘船 兩艘船就是兩艘船 一艘叫Mattrass的Pozenic 一艘叫Mattrass的Koshak 兩艘 唉 這兩艘就混了這些裝物 其實也有很多機構 例如有一間叫Marine Traffic 我們叫船舶數據追蹤的系統 即是跟著這兩艘船 所以這個世界現在什麼都開後牌 其實什麼你做過什麼都會漏痕跡 基本上你不只是說你去Facebook Instagram 你講的那些東西 都漏痕跡 這些你都走不掉的 有天硬 其實全世界根本在看著你的 你想一下它 一路看著它 就怎樣去到 這個敘巴聯 巴聯的手也有貝魯特 其中一艘船 剛才我們講的就去到貝魯特 另外有一艘又去了俄羅斯的港口 嘩 都幾明顯 拿東西那些位置 都拍得正一正的 是 剛才查一下資料 我們講烏克蘭有2500萬噸的穀物 需要出口 2500萬噸是什麼概念呢 如果用火車運的 比如說100個 100卡的專門運糧的火車車卡 100卡是可以運1萬噸 對 同樣的數量來說 例如海衛 比如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些運幾個等船 它有四個空格 它們叫Barge 一個Barge 四個Barge加起來是14000噸 即是一艘船 就超過了100卡列車 運送的載貨量 載重量 而且它不用繞大圈 黑海直接出 不用繞波蘭 又不知道繞到哪裏 才可以出海 大哥 那裏運費都已經跪得很厲害 況且說實話 現在烏克蘭境內 還有沒有100卡 這些再運的火車 我都很懷疑 是啊 都真的很重要 你想想這個 這個產生的空氣污染 都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運糧食一定要海運就是這樣 大哥你運到泥就算有 價錢都貴了10倍 怎麼買啊 所以這個是真真正正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威脅著世界的 就是這場戰爭引致的最大危機 其實是糧食危機 糧食通脹 油價當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都有影響 但是糧食危機這件事 又會有很多的不必要的平民 因為它這樣 而縮短它們的壽命 甚至有可能餓死 就是在現在這個世界 都很難想像這件事 是啊 甚至乎可能會引發間接引發戰爭 因為要搶資源 所以就可能間接引發戰爭 糧食始終和能源都不同 能源真的可以用少些 某程度 尤其是一天你開始轉熱 但是糧食不能少些 糧食是這麼多 就是大家都要吃 糧食不像大家不開車 或者不在家打卡就算 糧食要吃的 這個是一個淡水頭 只會多就不會少 你不用石油 你可以用天然氣 你米和小麥沒有 你上班不開車 可以踩單車 大哥你沒有飯吃會出人命 是啊 所以這個糧食危機 我也同意 其實這個糧食危機 比之前說的能源危機更加之大 還有更加快 更加快 long lasting 還有大家知道你不能挖的 例如我們說有 你還可以 咦?這裡有個新地方可以挖 糧食要種的 糧食全球產量穩定 是這麼多就這麼多 沒有鞭打地可以突然多出來 是啊 不會的 真的不會的 還有你想一下 它現在還要不中 中不了 更加斷缺 是啊 接下來更加斷缺 真麻煩 那我們之前說 就是想送這個魚叉反艦導彈的 有網友說 不如等於英國或者美國 可不可以互送這些雙船 令到烏克蘭出口恢復呢 這個一定要跟俄羅斯談的 因為它現在補水雷 在奧德莎補了水雷 還有就算有魚叉反艦導彈 我們經常都說 黑海艦隊其實現在剩下的最大戰力是潛艇 那個才不夠煩 是 因為是清不了的 潛艇你真的清不了的 除非你什麼呢 你是找反潛的力量進去 還有找潛艇進去捉它 反潛機都捉不完 我覺得如果要這樣的話 乾脆炸了那個黑海艦隊基地算 你也做到這樣 你不如炸他 那就陷球產了 第三次世界大戰正式打響 對 其實都算是世界大戰 但我自己覺得規模很小 其實 俄羅斯一搞到這樣都搞不定 但是問題就是它始終是核彈 我們經常說一句 其實核冬天大家都怕 怕核冬天 其實都怕核戰 不是怕世界大戰 有什麼好世界大戰 都燒不來亞洲 我們看 正如 當然如果有些國家看到你俄羅斯這樣打 它自己就打了一份 這個就真的會世界大戰 連鎖效應之下 或者在那個 我們經常說的那個camping 大家有兩邊的camp 一分陣營戰就會麻煩了 否則其實沒有陣營就不會有世界大戰 大家都明白 所以很多時候就是一個軍事聯盟才會出現了世界大戰 一個和一個國家打就很少會世界大戰 好 其實我真的覺得如果要打俄羅斯趁現在 趁現在他一來弱 二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戰聯暫時可能性比較低 而且因為現在打他最好 因為他是侵略者 如果下次你打他就是你侵略他 是的 叫聯合國出個議案 我們維和部隊 那就可以了 打開波 是的 我說他有很多罪行 例如說他是種族屠殺 種族清洗 布茶那邊 波羅恩卡 馬里烏波爾 人類滅絕罪行 也說真的 如果真的要打 現在這些罪行很輕鬆 就數到幾個了 要打他 又不受沒有藉口 真的 純粹是要計算 還有我猜最大的制約始終都在東方 始終他們都是忌憚 現在東面這邊 包括可能會不會台灣的形勢等等 所以你也看到近期跟日本 韓國 也有談台灣的情況 拜登也開口牌 如果真的打台灣 我們會保衛的 我覺得台灣現在形勢沒事 因為大家知道遼寧艦剛剛出來演習完 演習完也有攤頭 對不對 是的 你的A2AD 你現在是 你可以用導彈A2AD 但是你有多少顆 另外就是 你真的打的話 對美國人來說打 那就全球一起打 既然要打 因為既然要打的話 現時 在台海我覺得打的成數很小 第一就是 政治上又要等開會 對不對 你沒理由開會之前打 是的 這個如果在我們熟 我們都知道 在接下來連任前打 是沒有那麼好的 沒有好處 就好像俄羅斯那樣 你不可能速戰速決 是不是 台海比古克蘭更難打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反而覺得比較安全 那你現在不如全力搞定俄羅斯 搞定這堂東西 對不對 炸了黑海艦隊之後 重新等一些谷物可以出口 再跟俄羅斯談條件 喂 黑海艦隊打沉了 你還打 再打 再打莫斯科 你想怎樣 我想三明你應該只能這樣說 即現在渣奇是民主黨 是不是 這個共和黨還有一些想法 不會的 他現在主要想歐洲自己搞定這堂東西 至於糧食供應這方面的危機 其實大家看美國和英國的態度就知道 如果他們很急著這樣 那就真是麻煩的 他們應該計算過條數 還可以定一陣 就是說全球的糧食 第一當然有儲備 是不是 你不可能只是 今年吃光今年的東西 另外就是 他們肯定計算過條數 就看著整個情況 他們覺得 是很緊急 但是仍然可以接受 所以他們暫時 現在都未出動到 就是要翻桌 到翻桌的時候 那時候就會反得很嚴重 那時候 很簡單 他一定會打黑海艦隊基地 他不打你的潛艇 他一定會打你的基地 打完你的基地 再慢慢去反潛 把你的東西迫上來 還有土耳其在 土耳其在 土耳其在鎮著黑海 說個反骨仔 雖然經常反骨 美國很快 鑽禮上來 他也要聽 土耳其近日都囂 土耳其近日 最後都是 如果你要他 讓瑞典和芬蘭入 你就要讓他打兩件事 打敘利亞 還有打富爾德人 富爾德 富爾德 他也是這樣 所以富爾德人 其實他命運得很可憐 他會不會趁機 你把塞埃塞埔老師 我要了 踢走希臘魯 希臘魯 所以也這樣說 不要買F16給他 不要買給他 很大聲 我建議那兩個國家 一起退出北約 開完片 談好了 再回北約 是的 但其實 照計希臘真的難 土耳其在這裡 紮巾那麼久 真的難 那就看看 土耳其和希臘 這個仇怨 都很難解釋 這些是說 由希臘時代開始 真的從那個年代開始 所以你想想 這些千年仇怨 都很難解釋 美國佬只有立國二百多年 都不知道怎麼解決 這些恩怨的問題 是很難的 是的 好 那就 好了 今天就差不多了 是嗎 我們先 良性危機講完 是的 應該差不多了 那個人想起還有一件事 等我一會 大家看看 萬國槍械相片 什麼槍械 現在都入了烏克蘭 是 阿姨 你的槍械相片 看看會不會再黃標 我都黃了 是嗎 我們其實多數黃了 久一點 幾個小時後都會錄的 是 貓貓那些應該是很穩陣的 貓貓 是貓貓 是貓貓 但是我就想著可能我們做一個錄播算 這個 即是我們錄一節給大家 所以直播就不再特別看了 好 好 那就 等一下 有問題 有問題 看看網友有沒有問題 嘩 兩個小時都已經做了 不小心 不如土耳其打俄羅斯 這樣又不會 土耳其好認識的 開個新北 開個新北約 踢走土耳其 我們都不用開個新北約的 如果真的要踢走土耳其 直踢也可以 空牙利真的有點麻煩 我覺得現在 歐盟我覺得 歐盟那個弱點 給空牙利利用得很厲害 空牙利很明白 歐盟這個弱點在哪裏 他知道只要我卡住了 你們就全部槍我不槍 這個也是歐盟的制度 每一個國家都是一個公平的 但是事實又不是 這件事是麻煩的 你看到英國脫勾都搞了這麼久 所以踢他出去的程序就是有時間搞 這也是很麻煩的 派勝鬥士去跟土耳其決鬥 牙典娜 是 很多香港人還是不知道自己 正正大國對撞 踢走空牙利 空牙利都難搞 我想歐盟也是要一點時間 如果你說之前說 烏克蘭人現在在搞那些關稅 最好 很多關要過 連個幣制改革都有機會要做 然後你融入歐元區 很多事情要搞 發制 所以其實正路我都覺得 以連計是對的 三文明 不過問題就是來自一些很羊羞的國家 講 就比較討厭一點 如果你說歐盟主席 他講也覺得沒什麼 由那些羊羞國家講 令大家就比較討厭一點 唉 沒辦法 養羞國家這個真是有養體 是的 真的 馬克龍他的選舉都算是剛剛好的 但是選舉早點遲些他都會死 早點遲些他都會死 早點他就沒有表現 在俄羅斯那裡 遲些又被扎尼斯基潤他又沒得搞 他真是幸運 聯合國要不要解散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聯合國真的只有一個樣子 就是表面地球團結的一個橡皮圖章 真的沒用 沒有的 主要那五個最大的流氓國家在裡面 現在的問題就是沒有人制約得到那五個國家 就算我說那五個國家我當你都不是敵對 那也有自己利益的 是不是 那隨便一個反抬也沒有 唉 這樣沒得搞的 就是你要平等回事 現在還要加 現在還要加日本下去 但是其實沒有什麼用的 你加下去也是 那問題是你不是加是要踢人 可能要 加沒有用 還是加了才踢 加了才踢 有一個大國不肯 真的不肯 不肯 不肯就更危險 你想現在踢 只剩下踢 那中英未發日 那就變成四個自己有了 都變成四個自己有 是啊 變回做原先美國的設計 就是美國原先的設計 是 除了蘇聯之外 全部自己有 是 英國法國自己有 其實那時候的中國都是自己有 是啊 就是蔣介石大家都知道 是自己有 那後來就轉變了 那不知道是不是會這樣 用日本取代 俄國怎麼都好過 那是 因為俄羅斯在聯合國的貢獻 我懷疑是零 應該沒有什麼特別的貢獻 有有 馬尼烏波爾開人道走廊 是古特雷斯去開的 那不是 俄羅斯在聯合國的貢獻 有投反對票 真的沒有什麼 什麼都反對票 是啊 就是說人道法案那些 他也不會提出的 是不是 他只會是每一次都違反 所以都沒有什麼特別 每一次的戰爭那些位 他最多投氣權票 伊拉克那些 他也不會主張打的 是的 烏克蘭取代俄羅斯又不行 烏克蘭陰工連北約都進不了 是的 但是我想烏克蘭前路是修復了 修復了之後其實都 那個重建是有得想的 真的重建是有得想的 但起碼現在的烏克蘭比2014年強很多 真的強很多 好 我都很有趣 一票否決權是很麻煩的 唉 所以聯合國真的變成了 橡皮圖章 一個面子工程 一班當時的三巨頭 想出來一個遊戲 現在聯合國自己的部隊 因為聯合國沒有自己的部隊 它每個國家派 所以就都有點影響 維和部隊又完全是defensive 有事是先走人 不是真的打的 有事不是engaged 有事是先走的 所以就維和部隊又是得淡少 很多時候 好 那就 怎樣?三明 今上下你怎樣? 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應該都差不多了 如果有我們再錄播 之後再錄給大家 是 好 有很多烏克蘭貓貓 好 我們也祝願烏克蘭人民 近期也有很多這些 慘的事情出現 看看 烏冬的地區 可不可以 來得快些 火力 很多東西全部都來得再快些 形勢又可以更好些 是 是 好了 那我們今天 第991烏克蘭的戰報 就來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 大家多給點like 不太夠 好嗎?大家呼籲大家給like 是 按一下like 因為你按一下like 會幫助我們 給更多人認識 就是烏克蘭的情況 是 大家 給點like 不害羽的like數 所以V姐不在 是 V姐不在 Mark Hing也不想來 是 是嗎? Mark Hing也不想來 Mark Hing這個 近衛團的團長 真是有意識 沒人吃 那我就不要這樣說 他說得明是這樣的 他上來都是聽V姐的聲音 你以為是跟我們聊天 是嗎? 是 所以要幫V姐 減一下握手會 真的要 好 那來到這裡先 如果走之前 大家幫手按like 好嗎? 是 按like 是 沒理由 三千多人看得 二千多個like 大家可以多給點 是 我見有些路過也會加下去 是 大家給點like夠多 我們之後會重頭戲 就是做一集 這個Top Gun的軍武情懷 應該都走了 我等你先看 我等你先看 很快 很快 你一看 你一看 你就看看Guz的兒子 是 和Tom Cruise 是 那段很假的 然後呢 跟著就做 跟Iceman 而且整套戲都是男人和男人的情懷比較大的 其實原詩那套也是 原詩那套也是 原詩那套也是 他那段黃昏戀是完全是點綴一下的 叫做給一些女性觀眾看一下 其實第一集都是 怎麼說 第一集都是男人之間的浪漫 就是 第一集 第一集 Charlie太長了 實在 我覺得他太長了 怎麼說呢 第一次看 你會覺得是看Charlie 和Tom Cruise 其實第二集 之後你再看第一集 你才看得明白就是 他講一個男人的成長 講一個男人和他的兄弟 和他亦敵亦友的那些戰友之間 那些互相之間的情懷 其實是講男人的 是 特別是 我覺得是他和Iceman 在第一集裡面 其實是 重點是他和Iceman 反而是 是 也是 但是如果你看第一集 Charlie 我覺得太厲害了 Charlie 最後撥回他上來 那時候Ghost走了之後 沒有鬥志了 是Charlie 怎樣帶回他上來 這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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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里活的公式來的 大家都知道 也是 尤其是那時候也是 但是 你見Charlie 就是那個 角色呢 我覺得 是比今次重要的 我覺得 今次和紛亂的主角 不過這樣說 我想人生真的有不同階段 年輕的那段 就要激一點 老的那段 就要溫柔一點 沒有力的 因為老了之後 老人沒有力 你又不能說 Tom Cruise沒有力的 今集也有點力的 我不說太多 今集也有力的 有心有力的 好 等我看完 大家就可以唱所欲談 哈哈 今集的女主角 其實也是 挺有氣質的 Jennifer Connelly 你看看 Jennifer Connelly 以前的戲才有氣質 他年輕的時候才厲害 哦 他是童星來的 是啊 他好像是童星來的 哇 他越小越好 那些靈氣 真的 我看到他小時候 那段拍得很厲害 不用說話 他樣子也很厲害 還有他的樣子 有些東歐樣子 像歐洲的麵筒 那種漂亮不像 例如說 你見上次扮Charlie那個 美國的樣子 那個樣子就有 那個美國也不可以在美國 嘩 那些線條 真的很美國 但這個明顯的線條 就有很多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像 以前有一個 叫做Natalie Portman 是嗎 是 Natalie Portman 我以前是很喜歡的 一個角色 很喜歡那個演員 Natalie Portman 那時候他做這個 星戰的 最後那個 Queen Queen 阿瑪丹奈娜 Queen 忘了他叫什麼名字 總之是做Queen 那個 那些氣質爆出來 就很厲害 不知Natalie Portman 去了哪裡 有 跟著雷神第四章 哦 雷神第一集 是不是就是他 是的 第一集是他 第四集回來 哦 第四集回來 是的 回來 哦 好 哦 是 OK 嘩 我以前也很喜歡他 是 有好幾部電影 那時候他做黑天鵝 也是很好看的 那部電影 雖然有暗黑一點 但是那部電影也很好看 好 有歐洲血統 有一個 突然變成電影台 是 是 因為我們也經常看的 其實 再說一次 大家如果是 第一 你不看Top Gun 2 你就不要再聽外台的東西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再留給我們台 比善 如果大家真的要去看Top Gun 建議大家都是看一次Imax 雖然香港沒有真的Imax 但是這些是 絕對值得花多些錢 在大螢幕享受這些觀感的刺激 是的 而且我也覺得是值得看兩次的 因為其實它有很多細節位置在 我也想再看一次 這個功能刺激不錯 我覺得 比上集 是肯扔下去的 是 比上集好的 仔細很多 上集的空箭其實怕很差 因為當時的技術 實在拍不到這麼厲害的東西 沒有辦法 而且當時他們用模型的 用些模型的 指來指去後面 你想想那個年代 真是很過癮的特技 拿一架模型 拿著架子 指來指去 然後旁邊就是有些畫 液體 也覺得自己拍到這樣 很厲害 還有很誇張 它的鏡頭消失 huis 整天都是發射導彈 接著爆成聲音 何 gör 錯 難怪這麼偷鳥 他那些也有點失實 不是這麼爆發 不是這樣炸到整部機這麼爆發 但是也算是這樣的 以戲來說他算是小CG 他做得真實 你看到其他之前的戲也有 連星戰也有 所以他真的拍得很真的 今集也是好看的 還有今集他是很認真做一些好焦的東西 我只能夠說一下 他們整部劇是編到很認真去做一些好焦的東西 是好焦 其實是不用這樣的 他們很認真做 又有熱誠 你看就問我說什麼 整件事真的是平行時空 你覺得現在的美國海軍不會這樣做 但是在他們時空的美國海軍是會這樣做的 這樣想你就會不會這麼痛苦的 開心很多 我想差不多了 大家一定要看IMAX 其實我覺得官方應該找我們買廣告 我們賣廣告也很有能力的 雖然很多次說的東西都很無恥 如果他找我們賣廣告 我想可能他心想 在世界裡賣什麼 全世界都看的 哈哈哈哈哈哈 一個個都話題 反而Doctor Strange不是個個都話題 現在這裡就是個個都話題 我印象在看Marvel的東西 哈哈 這裡好像真的沒有分男女 我看到很多人都說進去看 是 我想情話的東西沒得說 好吧好吧 那我們來到這裡了 今天Day91烏蘭間節目來到這裡 好啊 我們明天Day92烏蘭間節目 再跟大家再見 好 多謝大家 好 多謝 拜拜